美國政府最近將34家中國企業及機構 列入禁止貿易的清單 即禁止美國機構向這些企業和實體 提供任何美國的技術和產品 這些機構與中共軍方有著密切的聯繫 其中12間在中國的研究機構 22間中國的科技公司 這些機構在中共的控制下研發生物科技武器 並參與迫害新疆人 美國政府明確表示 對這些機構存在顧慮 攀佈了嚴格的貿易禁令 美國商務部長吉拿·雷蒙多說 儘管研發生物科技和醫療創新能夠挽救生命 但中共選擇利用這些技術 控制百姓 打壓宗教和信仰團體 我們不能夠允許美國的產品、技術和軟件 去支持這些將來會威脅到 美國安全的生物創新技術和醫學科技 雷蒙多還說到 最令人擔心的是 很多家上面提到的機構都使用生物技術 支持中共軍方的行動 據稱包括正在開發進行腦控的武器 有人可能覺得腦控武器是誇張的說法 其實這種技術是真實存在 目前得到的消息顯示 中國已經有這種技術 現代戰爭已經不是步兵在戰場作戰的形式 更多的是技術比拼 就在不遠的將來 被乞客侵入的不僅是計算機 連人的思想都會被入侵 中共現在就以頻繁在世界上 發動乞客攻擊而臭名超注 有充分理由認為 將來絕大部分的乞客行為 仍然是來自那裡 為何要誇張? 為何要誇張?